我記得第一次跟他會面的時候 他很有趣 他說你只要告訴我說 你想要的感覺就好了 你給我感覺 我就可以給你屍體的東西 我覺得這樣子的會印象 我覺得非常的驚喜 其實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我們都會從我們自身的一些生活經驗 下去做設計上的一些融入 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屋主提出一個角落感這件事情 對我們來說其實是蠻特別的一個形容詞 因為我本身有在露營 而且我們有在野營玩戶外這樣的一個活動 其實我們常常會體驗到一個所謂洞穴 或是孤獨的一個狀態 或是我們在一個角落的一個狀態 所以像我這一次針對這個角落感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把我們之前經歷過的一個經驗 甚至我在開幾輔車這樣的一個經驗 把它融入這樣的一個設計裡面 我們這次的設計風格其實比較大地色 所謂大地色就是我們的木質調 配上我們有一些綠色 然後甚至白色 我們的設計的時候 其實它是一個很紓壓的一個空間 這個東西跟角落感其實它會有一點相關 我希望角落感是可以跟大自然連結的 我也希望我在這個角落裡面 可以看到窗外的另外一道景色 所以我們這次設定的這個角落感 它其實在窗邊一個屬於沙發後面的一個很隱密的一個角落 它是一個樹洞 那這也是我們這個案子唯一一個窗戶看出去 可以看到遠景3這樣的一個位置 我們是依人體工學 還有我們整個空間尺度下去做它適當的一個規劃 最常在這個空間裡面待著是 就是躲在那裡面 那我就只要看著遠方 那對我來說 為什麼樹洞就會帶給我很安全的感受 是因為它是左邊右邊 那後面全部都包覆著 那對於人類在面對危險的時候 有一種本能吧 我們只是只需要面對 好像前方來的這種會移動的東西 那對我來說 我只要注意前面是不是有什麼狀況 那我後面完全就是不用擔心 那會給我一種很難以言喻的安全感 我不知道這樣是不是可以 很能夠表達我對樹洞的喜歡 我們從沙發到我們電視牆是240公分 那我們整個客廳的空間是385公分 其實我們就是多了那140公分 140公分的話 其實我們就可以坐在電視牆後面去做一些收納 我們在沙發後面也可以去做我們所謂的樹洞區 這樣加起來的距離就是符合我們現場空間規劃 而且很適合我們在這個空間裡面去做生活 它不會因為我們平數小 而有壓迫的感覺 我們算完這個距離其實整個空間是開闊的 在收納櫃之前如果說做電視的話 其實它會常常會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電視會打住我們的收納 所以我們這次特別做了一個滑動電視牆 去做這樣的一個設計 第一我們電視牆滑動開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後面的所有櫃子 那這個櫃子不管是展示用或是收納用 它都是一個造型上還有功能上很齊全的一個收納櫃 其實我們每一個收納櫃它是一個60公分乘60公分的一個單元 在這樣的一個單元上我們做了透明的玻璃 或是鏤空的部分 或是有門板的一個部分 這三種不一樣的門板呈現 其實它會影響到我們的收納或是展示的一個功能 有門板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就很容易去做各式各樣的收納 那在沒有門板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做簡單的展示 像我們玻璃門片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可以去做一些收納或是展示 那相對它的變化跟靈活度就會比較高一點 我們針對小空間其實有一種手法叫做分散式收納 所謂分散式收納就是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收納方式 就是我們利用洞洞板去收納一些我們可能隨手會掛 或是我隨時要去拿取的這樣的一個東西 就算你不掛東西其實它也是一種美感在 它本身因為洞洞的距離或是棒子的距離 木棒的距離它會呈現出一種秩序美 很多人會覺得洞洞板會不會到時候變得收起來很雜亂啊 其實不會 我們在洞洞板旁邊去特別設計了一個磁性的黑板牆 因為屋主跟小朋友其實平常生活在這裡面 有時候時間不一定搭得上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留言板去留給對方的一些訊息 那甚至屋主也可以寫上一些他喜歡的英文詩句 激勵自己勉勵自己這樣的一個話 他當初蠻單純的他就希望有角落感跟格柵 這兩件事情 那以往的格柵對我們來說就是比較純裝飾性的一種存在 我們上面加了間接光 我希望利用間接光讓格柵呈現出一種日出 陽光從上面灑落的一種感覺 那我們透過格柵的一黑一白的對比 其實它會有這樣的一個深淺對應出來 出來的燈光效果其實是很好的 那尤其我們在兩間房間的外面 所謂餐廳的這個區域的背牆 我們去做這樣的一個設計 我們每天早上起來 我們開了這個間接光之後 我們會有喔又是美好的一天 這樣的一個感覺 這樣的這樣的氛圍營造 其實我們在餐廳這個區域 其實我們多做了幾種燈光的一個切換啦 只開我們餐桌上的吊燈的時候 它又會有另外一種靜密的感覺出現 那我們還搭配其他小的投射燈 可以營造出來不一樣的 比如說忽明忽暗這樣的一個感覺 或是比較精密獨處這樣的一個感覺 因為我們餐廳設置在算是房子的中心 中心位置 餐廳的位置其實它跟我們客廳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連結 原始的設計我們餐廳的部分是在角落 跟客廳是完全斷開沒有連結的 那我們這樣去做空間上一個調動之後 我們全家人可以很容易聚集在我們餐廳的地方 甚至有一些有其他家人坐在客廳 我們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互動 他不會說我們被歸類在邊邊角角的一個區域 在做設計上其實我們很在意人這件事情 我們人怎麼去互動 我們怎麼加入人的因素去做我們的設計 甚至加入人的尺度去做我們的設計 這都是很重要的一個出發點 其實像我平常有在露營 那我有在夜營 那甚至我們會去澳洲去溯席登山 不管是跑工地或是我們在旅遊的路上 其實我們常常會看到很漂亮的風景 這時候我就可以坐在我所謂的樹洞裡面 我吉普車後方的一個樹洞裡面 我們簡單的泡一杯咖啡 看個風景 體會一下我們遠方的山景 甚至海景 湖景 這對我來說 都是生活的養分跟不可過去的一個部分 我會把人跟自然的連結 這個部分放在很重要的一個區域 就是我的設計上的一個轉換 像我們這次可以在樹洞連結到遠方的山 遠方的雲 這是我這次嘗試的一個設計 跟我靈感來源